那您能跟我们举一些您过往这个治病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例子吗 就有这么一个人 有一个王女士 他就找到我了 但是因为他心情不好 形成了精神压力 我们知道这个精神压力干扰这个对人的健康是影响很大的 当然表现不一样 他心情不好的精神压力导致了肝气欲结 引起脾虚 臾虚的体内产生湿毒 脾虚生湿毒嘛 湿毒 最后就体验在脸上 就形成了满脸的红疙瘩 回来看 我一看 我说这个它是肝气欲结引起的 心情不好 于是你给它中药调离 最后你疙瘩也就消了 很高兴 在线上的问诊 对啊 他就觉得很神奇 这个现在科技发展这么好 现在线上购物 线上看病 我在家不出门 就把我的这个内蒙古之谱里面居然治好了 他很感慨 那么还有一个系统医红麻浪虫 都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的 我们看到这个治疗前 这位患者朋友是手上缠满了这个创可贴 这种西医叫做系统医红麻浪虫 都知道这个病是很难治的 它实际上还不是讲究管皮肤的问题 它内脏的问题 这图里的第一张图里是治疗前的手指脱皮 这个严重地靠着包着创可贴 贴上一层胶布 他在手勉强在那端着饭碗 不在那儿 饭碗都不能端 他贴上一层胶布 第二张图是治疗三十以后 就有时候改善了 到了最后最近他又拍了照片了 每次都拍照片来 这个他照片里他已经好多了 他这个可以帮胶布去了 不用掺胶布 今年的冬天他也过来了 那也可以端碗了 也可以做简单的家务了 他走路也行了 现在告诉我他还不能跑 还不能跳 跳 跳绳不行 跑步不行 但是正常的走路 他已经比较满意了 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想要提醒 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 就是身上如果出现了 这种小的信号的时候 咱千万别忽视 一定要引起重视 及早地去就医 而且呢在就医过程当中 我们也要追医主 听医生的话 详细地去介绍 说明咱的病情 医生才好去做 更加准确的判断和治疗 当患者就医的时候呢 这个我就要求他 详细的这个描述 他的病情的经过 他的来龙血脉 一开始有什么 有什么苗头 以上的过敏 有没有过敏源 有没有查过 经常干什么工作 身体有什么异状 有多长时间了 疼痛的程度 那之前有没有得过 什么别的什么病 你好像是 与这个皮肤没有不相干的 那种事 你说出来说不定 我就能 对我来说 我就判断来讲 有多一个指标 比如说大便怎么样 小便怎么样 皮肥好不好等等 我会根据这些状况 进行综合性的判断 根据这些信息 我们会更好地 把病情诊断整学 那么才能治疗 做恰断的治疗方案 那今天呢 通过李医生的介绍 我们也了解了 过敏性皮炎的这个问题 谢谢